大家好 來到這集跟大家去分析一下這個人魚傳說 原來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都有這個人魚傳說 問題就來了 如果人魚真是純粹虛構的 那為什麼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種族都有這個傳說呢 原來香港本身都有這個人魚傳說 就是大嶼山那一間都會跟大家詳細分析 所以今集我們就會討論不同文化裡面的人魚傳說 甚至亦都說到他跟我們的古文明和宗教上有什麼關聯性 首先追蹤這個人魚傳說之前我們要從這個神話分析 因為原來在神話裡面都有提過這個人魚 大家都知道希臘神話是有這個美人魚的傳說 主要是記載在這個荷馬史詩的奧塞德裡面提過 有一對的美人魚叫Siren 兩姐妹住在這個西西里島附近的島嶼上面 她經常在招石上面會唱歌 然後去引誘那些水手 即是當那些船經過這些水手一聽到他們唱歌 就會受吸引 神魂顛倒 於是船就會觸招 雖然這個Siren有一個很漂亮的外表 一個美人魚 但是奧塞德是怎樣形容他們 形容他們是女妖 即是令到有船爛出現 所以他的形象不是完全正面 而根據奧塞德或者希臘神話的記載 他有可能是來自妙斯女神的後代 我一集說K11的神秘學的時候 K11的妙斯亞神秘學的時候 妙斯亞這個名字就是來自妙斯女神的 而現在Starbucks本身 如果他用的標誌 美人魚是跟希臘神話Siren有關 那又看到原來他們之間有些關係 都是用希臘神話去作為他們的標誌根據 而在神話中雖然他說是女妖 但是曾經有些英雄人物成功脫離Siren的引誘 包括這個阿爾哥號上面的英雄 奧爾普斯他是一個音樂家 他彈奏樹琴 就反過來引誘Siren 令到他們神魂傾倒 他就可以順利度過這個海域 而另一個英雄就是特洛伊戰爭的 是特洛伊戰爭的奧德修斯 他帶領水手走經這個海域的時候 就用鱲子封住他船上水手的耳朵 讓他們聽不到Siren的美妙歌聲 不會受到吸引 於是他的手船就可以順利橫過這個海域 所以可想而知 你看到神話中大家都很害怕這一隊的姊妹 即是很害怕Siren的歌聲 所以是用一個女妖去形容 問題也來了 究竟Starbucks的標誌是否和Siren有關 如果你看回Siren的外形 它只有一條尾巴 它是一條尾巴的美人魚 與Starbucks的雙尾巴美人魚 似乎在特徵上有很大的分別 如果這樣看的話 似乎Starbucks的標誌也不是完全根據Siren的形象去設計 似乎它有另一個根源 而這個根源可能是更早的 究竟Starbucks的標誌 我們可否追蹤到它更早的來源 而這個根源是來自哪裡 這樣可能就要用符號學去進行解讀 因為剛剛有一個神話學的解讀 符號學解讀是怎樣 如果你看回剛剛Starbucks的標誌 都說了是一個雙尾巴的美人魚 再加上胸部是坦露 我發現1491年有一個圖文集 叫做健康原地 它上面有一個文章說論語 即是討論一些海怪 在第83章裡有一幅圖 跟Starbucks的標誌相當相似 有一個雙尾巴的美人魚 雙手握著自己的兩條尾巴 胸部也是坦露出來 而頭部也跟Starbucks的美人魚 頭部也是微微地向著自己的左手方看 唯一分別就是他沒有帶這個皇冠 但你已經看到是九成相似 所以有可能這個Starbucks的標誌 是源於1491年圖文集上面 這個美人魚的形象 而這個圖文集沒有標示到位置 但是後期一點 就是這個1515年出版 這個Johann Schorner的地球儀上面 亦都出現了同一個美人魚的形象 在地球儀上面 你看到也是沒有帶王冠 亦都是雙手握著自己的尾巴 亦都是空步坦露出來 所以有學者相信這個地球儀上面的美人魚的形象 是源於1491年這個健康原地論語 第83章這個美人魚的形象 而最有趣的是這個地球儀上面 是有說到這個雙美部美人魚出現的位置 它簡直說到是在這個爪哇島以北 爪哇島以北 爪哇島以北在哪裡呢? 爪哇島就是現在印尼 你會看到這個地圖上面 爪哇島以北就叫爪哇海 有機會就是這個地球儀所說的海域 就是出現這個女妖 但是它說多一句說話 它說到此處有女海妖 非常恐怖的海怪 這裡再把層次提升 這個美人魚再不是女妖 簡單簡直是用海怪去形容 是一種怪物 這個就是神奇 即是無論是希臘神話那邊 還是去到地球儀的描述 都說到這些美人魚 似乎不是一個正面的形象 是比較負面的一個海怪的形象 甚至現在出現在東南亞的海域上面 如果你看一看這個海域 即是這個爪哇海 它其實相連與中國的海域很接近 令到我去想一下 究竟我們中國文化或者文獻裡面 其實有沒有記載 關於類似美人魚的紀錄呢? 事實上我們中國文化或者文獻 是有記載這個人魚傳說的 就是這個史記卷錄 在《秦始皇本記》裡 是有提到秦始皇年代 是有出現這個人魚的情況 這個說得很清楚 是有人魚出現的 另外在這個史記的集解裡面 也有更加具體說到這個人魚 有四腳 外形似人 長度是一尺魚 即是一尺多一點 皮利於膠魚 膠魚是什麼? 就是一個可以很大型的魚類 就是現在你畫面看到 我們香港的大埔街市 曾經出現一個大膠魚 整個九十公斤重 右邊看到魚反本身 就跟膠魚的長度差不多 即是原來膠魚本身可以生長到這麼多 跟一個人正常的男人的高度一樣 所以剛剛那個文獻說到 古人看到人魚的尾部是像膠魚 或者皮膚是像膠魚 那會不會他們其實是看到膠魚 而誤解是一個人魚呢? 似乎又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在另一個文獻 就是《太平廣記》裡說得很清楚 有一個海人魚 但是他說到頭部是一個美麗的女子 就不是一個魚的頭部 即是如果是一個魚的頭部 加一個魚的尾巴 那些漁夫或者古人 應該很容易辨認到的是一個海魚 但事實 告訴他不是文獻是 直接記載它下半身是魚 但是上半身是一個美麗女子的頭部 那樣的形象就真的好像希臘神話的Siren 就是一個外形是一個美女 下半身是魚 即是像的 而這裏《太平廣記》就更加仔細說到 它的出沒的位置就是東海的位置 而東海在哪個位置呢? 東海就是我們中國東面的海域 所以你會看到剛剛我們爪哇海 就是在地球2 記載了一個海怪或者人魚出沒 而這個爪哇海跟我們的東海其實是很接近的 所以才讓我有一個推論 會不會我們中國也有這個人魚傳說的記載 而事實上是有的 而剛好就是這個東海這個位置出沒的人魚 而事實上我們的《山海經》也有記載人魚的傳說 就是講到有一個國叫底人國 它本身的外形就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魚 就是現在的畫面看到了 不過可能會令大家失望 這次不是一個美女的形象 而是一個男人 好像禿頭男人的形象 難怪有些古人會看到魚人人魚之後會說是海怪 如果看到一個這樣的形象的人魚 你不會叫做美人魚 應該會叫做海怪 所以原來在我們中國不同的文獻 都分別記載了這個人魚的出沒 而如果你看回海域 東海在這個位置 而東海的右邊就是日本 日本的海域 究竟日本本身他們的文獻或文化 會不會都有同類型的人魚傳說出現過呢? 事實上日本的文化或文獻是有記載人魚傳說的 就是記載在《古今住民集》裡面 有說到一個物種頭部好像人類一樣 空部有一個好像雞管紅色的肉摺 下半身是魚的形象 而另一個文獻就是《古今奇譚有據策》裡面 也有說到一個物種頭部像人 下半身是魚 皮膚很白 頭髮紅色等等 手指間有這個樸 所以你會看到原來去到日本 他們的文化和文獻 都清晰說到一個上半身是人頭 下半身是魚的物種 事實上他們的其中一個著作 叫做《金色百貴十圍》裡面 是有畫到這個人魚的外形 就是現在你畫面看到 但他就不是這麼漂亮 即是不是一個美女來的 你看到頭部好像一個長頭髮 我覺得比較像獅子頭 但他這裡寫得清楚是說人魚 即是日本的人魚版本 畫出來就是這樣 尾部就是看到一個魚尾 但頭部我個人覺得 就不是太像一個人 不過不要緊 總之他們的文獻是這樣畫到日本版的人魚 如果我看到這樣在海上出現外形 我真的會用海怪去形容 而不會用人魚去形容 所以難怪剛剛有其他的典籍 古人是用海怪去形容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外形 另外就是如果我們看看海域 就是剛剛我們說了東南亞的渣瓦海 和北面的中國以東的東海 和日本的海域都有人魚傳說的時候 就讓我推論中間的海域 即是香港的海域 因為你看到香港以北和香港以南的海域 都有人魚傳說的時候 難免會讓我們想想 究竟我們香港自己以南的南中國海 會不會都有人魚傳說 出現吧 第一冊的墮落首網者 增修版已經推出 全港各大小書店已經公開發售 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留意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們香港真的有 就是這個文獻 南越筆記說得很清楚 有這個人魚出沒 分紅性和痴性 紅性叫做海和尚 痴性叫做海女 他說人魚種族之中 有一種叫做奴婷 奴婷魚人 是在這個新安大魚山 這個大魚山就是我們所說的大魚山 即是香港的大魚山 就是這裡文獻大魚山 只會用字眼轉了 就是告訴他原來我們現在的大魚山 曾經有一個奴婷魚人的傳說 還要分男女 海和尚和海女 這裡說到他們的毛髮是焦黃而且短 眼睛偏黃 面部偏黑 看到人就很害怕 會馬上入水 也說到他們可以穿衣服 吃午谷 在大魚山生活 不過對人是無害的 而這裡有說到的長度是長六七尺 這就跟剛剛我們大埔街市看到的鯊魚 是很像的 剛剛說到鯊魚和魚犯本身 成年男人的高度一樣 現在這個南越筆記說到 我們大魚山的奴婷魚人 可以長到六七尺高 六七尺這樣就很長 因為六尺已經很高 還要去到七尺 即是比一個正常的男人的平均高度還要高 可想而知是有多大型的奴婷魚人 所以原來我們香港 雖然這麼小的位置 都有這個人魚傳說 究竟跟我們東海、日本海、印尼那些有沒有關係 但如果你看到外形是有一點分別的 因為我們香港曾經是搞過一個奴婷魚人的展覽 就是1997年 在香港藝術中心做了一個展覽 就是找一些藝術家 去用一些藝術表達 去表達這個奴婷魚人的傳說 所以當然他們的藝術表達不等於真正奴婷魚人的外形 但起碼給我們作為一個參考 即是用一個藝術家的創意去看看他 看完文獻之後 他怎樣用藝術去表達 其中一個藝術作品就是這個雕塑 就是一個跟我們平時所說 或者剛剛我們之前說的人魚有些不同 剛剛人魚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魚 但這個是魚的頭 但是腳是人的腳 但是這個組合都是人與魚的組合 這個就是藝術表達 另一種畫作就是這樣 也是魚的頭 但是人的腳 剛剛相反跟我們之前說的是人頭魚身 現在就是魚頭人身 這種畫法令我想起什麼? 也是令我想起山海經 因為山海經有另一種物種 正正就是魚頭人腳 就是現在你看到這個零魚 山海經有記載有畫出來的就是這個外形 所以跟我們現在香港版本的人魚 路亭魚人的外形很接近 究竟那些藝術家是否參考了山海經的零魚 的外形去做設計呢? 也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我只不過告訴你 我們山海經是有記載的一種物種 就跟我們爐亭魚人的外形似乎是接近 而這個外形也令我想起一出的電影 應該是2017年 名字叫做The Shape of Water 即是香港譯造亡形水 裡面也有一個角色就是半人半魚 現在畫面可以看到 都是魚頭人身或者人腳 不過這個物種就不是我們亞洲發現的 就是剛剛我們說的路亭魚人 是我們香港以南的海域 或者大嶼山海域 但是這個電影版本的半人半魚 是南美洲亞馬遜森林的河流上發現的 即是淡水 它是屬於淡水的物種 就跟剛剛我們說 中國、日本、香港 甚至是印尼爪哇的海域 那些都是屬於淡水物種 當然現在這個《亡形水》 是電影的版本 即是不是代表真實 但只不過告訴大家 這種人魚文化或者傳說 已經滲透到電影那裡 其實也不像這部電影 很多國家都會拍過這個人魚傳說的電影 只不過我拿這部電影《亡形水》 如果我們看看剛剛的海域 我們說了幾個地方 包括印尼的爪哇海 中國的東海 日本海域 甚至香港以南的海域 都有這個漁人的傳說 我就想想 例如這個爪哇海 你看到香港東海和日本 都是在印尼以東的位置或者右手邊 印尼以西的位置 即是印度洋的海域 會不會都有這個人魚傳說呢 事實上是有的 而且還可以再追蹤到更加久遠的古文明 去發現這種人魚傳說 本身不是這麼簡單 是來自一種古文明的文化 而這種古文明文化 就可以解釋到 Starbucks的美人魚的標誌 真正的內緣 也不是來自剛剛我們所說 不是來自香港 不是來自中國 不是來自日本 也不是來自印尼 那麼簡單 可以再一個更加遠古的古文明 可以解釋到這種美人魚的苦學 或者文化的根源在哪裡 而事實上真的有文獻記載 這個印度洋的海域 是有這個人魚傳說或者出沒的 就是剛剛我們也見過 在1515年地球2上面 是有圖案畫到 你看到是一個男性的人魚 頭是包著印度的頭巾 因為這裡的位置就是 南印度羊出現這種人魚 不過這次是男性的 那些學者相信 這個形象是源於健康原地論語 即是1491年的圖文集 那裡 你也看到 對比兩幅圖 你會看到兩個男性人魚 都是向左手邊 即是我們畫面的左手邊 而且手的擺位是一樣的 他的左手是向上提高了 而右手是向下沉了 所以學者對比之下 才會發現1515年地球2的版本 應該是在模仿1491年的健康原地 你會看到健康原地的圖形 或者特徵 都是包著印度的頭巾 所以他們在說 其實這個傳說 是在說印度大陸上 關於這個人魚傳說 不過記錄在這些文獻上面 其實也不單是地球2和健康原地 我們也會發現一些更早期的文獻 應該是145年至1460年之間 因為年代考證相差幾年 他們相信是在這幾年中 畫了一個地理學指南 在這個指南中 也有說到印度洋上面 也會有人魚 不過這次你看到左手邊 也是一個男性的人魚 不過外貌和健康原地的有些分別 這次這個樣子 更要醜一點 更要恐怖一點 而且你看到他的頭 是帶了一個像花環一樣的東西 如果你想起 Starbucks 剛剛那個女性的人魚 就是他的頭帶王冠 所以原來 古代的人魚 也有帶一些東西在他的頭 不過這次不是帶王冠 是帶一個花環 但是概念是一樣 花環也是代表一種榮耀的象徵 不過這次是一個男性的人魚 就是這個印度洋出現 而右手邊 也是同一個著作出現 也是地理學指南出現 又出現了這個雙美人魚 雙美步的美人魚 不過這次有穿衣服的 你看到這個 所以如果你把男性美人魚的頭帶的花環 和這個女性的雙美步美人魚 結合來看 似乎 Starbucks 那個符號 有點像這個 雙美步 再加上有王冠 那是不是就這樣說 他源於這個印度文化呢 又不可以這麼簡單 做一個歸納 因為我們發現這個地理學指南 雖然比剛剛健康原地 但其實他也不是一個最早的文獻 去記載有人魚傳說 只不過是比健康原地 早了幾十年 但起碼讓我們看到印度的 這些就不是印度文獻 是西方文獻 不過記載印度洋上面 是有人魚傳說 但如果你回到另外一些文獻 這個也是1460年 差不多同一個年代 叫埃斯特環宇傳圖 它也顯示了印度洋上面是有人魚 就是現在你圖畫的左上方 是一個上半身是女人 下半身是魚的形象 但中間那個就不是普通人魚 它是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鳥的魚毛 是有點不同 再下面一點 這個是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馬的腳 如果你看回這些形象 有點像希臘神話的半人馬 希臘神話半人馬 類似現在右下角的圖案 不過我們集中說回人魚 在環宇傳圖裡面 是說到有三種半人半動物的物種 在印度洋裡面出現 當然我們今集主要集中說半人半魚 就是最左上角的構圖 而這一個就是 講明又是在印度洋裡出現了這個形象 美人魚的形象 讓我們看到 究竟為何印度會有這些人魚的傳說出現呢? 有可能和印度本土的宗教有關 因為印度三大神之一 皮濕爐本身有十大化身 其中一個化身就是 化身為半人半魚的形象 就是現在畫面看到 其實我之前很多集都講過皮濕爐這個化身 尤其是說洪水神話的時候 就是皮濕爐化作這條魚 然後引領著摩奴 即是印度版的羅雅 連同七聖賢拖著他的手船 去到喜馬拉雅山降落 就是這個形象 不過有些圖畫畫到他就像一條魚 但是嚴格理想 上本身是人的形象 下本身是魚 即是一個人魚的形象 即是印度的神話 或者宗教一早就有皮濕爐這個形象 是遠過剛剛那些西方文獻 因為剛剛那些西方文獻 最早都是追溯到1455年 即是15世紀左右 但是印度這些宗教 是說公元前幾世紀 幾千年前 二三千年前 已經是有這些形象出現 在印度的神話和宗教文獻 所以如果要追蹤的話 似乎剛剛西方的文獻 有可能是參考或者參照過 印度的宗教文獻 然後就認為在這個海域 也可能出現過這個人魚 所以這個 印度皮濕爐這個化身是很特別的 就是比較少神話 或者宗教的神本身是半人半魚的狀態 但是在印度的宗教 就被我們看到這個形象出現了 而且跟這個洪水有關 是說一個很遠古發生的一件故事 是否只有印度洋這裡 現在我們已經歸納了幾個方向 包括東南亞印尼 中國的東海 日本 連香港的大嶼山海域也有 而現在也說了印度洋 其他區域會不會都有這個人魚傳說呢 包括剛剛我們所說的希臘神話Siren 本身就是在說地中海附近的海域 而事實上有文獻 即不是說神話 這次真的有文獻記載 地中海上面是有這個人魚出沒 或者人魚的傳說 那就是 在這個依索語言其實也有說 依索語言是1501年的版本 它裡面的插圖 你就會看到這個上半身 像人 但是手上有些撲的 下半身是魚 有點像剛剛我們那個電影 就是《亡盈水》裡面的形象 所以剛剛《亡盈水》那個 是否只是參照我們中國的 《勞庭漁人》或者中國版本的人魚 那麼簡單 又未必 可能它參照了中西兩方面的文化 去做一個總結或者一個歸納 變成電影裡面的版本 因為你現在就這樣看回 這個依索語言的構圖 真的跟電影那個都幾相似 那麼有可能是參照這個依索語言 那依索語言它本身 有學者相信不是它原創的這個形象 它應該源於更早的文獻 就是1457年一個熱拿雅地圖上面 看到類似一個這樣的人魚的結構 熱拿雅地圖是一個地中海 即是熱拿雅是意大利的城市 熱拿雅地圖是一個地中海 就是意大利附近的海域 它正正這個地圖的右手方 就有剛剛類似伊索語言的那個人魚的構圖 剛剛你記得伊索語言本身的手 後面有一個樸 而現在這個熱拿雅地圖 正正畫了給你看 那個人魚 你上本身看見好像羊頭或者人身 然後下本身是魚 他的身體和手中間的位置就正正有兩個樸 好像那些蝙蝠一樣 所以這個構圖讓學者相信剛剛 伊索語言的版本不是原創 而是源於這個熱拿雅地圖 因為熱拿雅地圖被它組了幾十年 而同一個地圖上面的左下方 這個我再對比一下 你看到很相似 它簡直有一個羊角還是牛角 好像魔鬼的頭 你看到這裡好像羊頭有羊角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構圖 所以才讓學者相信伊索語言 你又不可以抄襲 就是拿了靈感 由熱拿雅地圖拿了靈感過來 變成伊索語言的插圖 同一幅地圖的左下角 其實有一個人魚出現了 即是在這些地圖文獻 都有記載人魚傳說 在地中海出現 配合本身 希臘神話也有說到Siren 因為希臘神話主要說的海域 都是集中說地中海 或者說少少大西洋的海域 現在就在熱拿雅地圖上 再清晰顯示到中世紀 地圖學家畫的時候 都將這些人魚傳說的形象 記錄在地中海海域上面 你會看到這個海域同時出現了兩類型的人魚 一個是男性人魚 一個是女性人魚 有點像我們剛剛說中國版本 說到香港大嶼山版本 都有分紅性和痴性 紅性叫海和尚 女性叫海女 所以原來在西方一樣 都可以把人魚分紅性和痴性 但形象上有很大分別 你看到那個痴性的人魚沒有在手上 而且頭是沒有角的 男性的那個是有角的 這是特別的地方 這是值得注意 另外我們也發現 除了剛剛這個地圖之外 一個叫做內戰庫的手稿 再早期一點 11世紀晚期 亦都顯示了一個人魚在這裡出現了 而這個內戰庫是說的 這個布林迪西港口 布林迪西就是這個地中海中部 又是地中海 都是有個女性的美人魚 你留意今次這個女性美人魚 都是個空暴是坦露了出來 即是和這個Starbucks的相似 不過它只有一條美巴 Starbucks是兩條美巴 這個要注意 所以你會看到 再早一點 11世紀晚期的手稿 都有這個人魚傳說 差不多同年期 1284年 一個貝亞圖斯地圖 亦都顯示了有人魚的出沒 而這個地圖 其實在說的海域 就不是地中海 這次是南大洋 南大洋 即是大西洋那邊 其實大西洋和地中海很接近 是相接的 因為過了直布羅陀 之後 由這個地中海 直布羅陀 對出就是大西洋位置 而現在貝亞圖斯地圖 就是在說的大西洋位置 都有這個人魚 所以其實記載在希臘文化的一些典籍 所以告訴大家 原來 海域已經涵蓋了全球很多的海域 都有這個人魚傳說出沒的記載 如果你看到這個地圖 就是地中海 就是這幅圖的左上角 其實剛剛大洋洲或大西洋 是在地中海的左邊 不過我在這裡顯示不到 但至少你已經看到 如果你看到一個世界地圖 基本上每個海域都有自己的人魚傳說 當然細緻上他們是有分別的 但大致上都是一個半人半魚結構 有些可能是帶皇冠 有些可能是帶花環 有些是雙尾部 有些是單尾部 有些是男性 有些是女性 但也歸納到這幾個特徵 讓我們看到 究竟是否希臘和印度那些最早呢 如果說早年代 應該是印度文明 早過希臘文明 所以剛剛那個皮濕爐的化身 是遠早於世界上其他文明 東南亞 早過希臘那些文獻記載 因為剛剛也說了 印度的宗教 在公元前二三千年都已經有 但如果說他們的廢陀經 廢陀經 我之前也說過洪水神話 裡面有提到 廢陀經是洪水之前已經出現 而如果洪水發生在公元前 一萬二千五百年至八百年之間 即是告訴他們 廢陀經裡面所記載的神話 或者一些宗教故事 是在洪水之前已經有 那洪水之前 我們離不開要說另一個文明 一定是蘇美爾文明 因為蘇美爾文明 是比印度文明更早的 如果現在傳統所說的 蘇美爾文明 是公元前的四千五百年左右 但我之前也有說過 在一些文獻記載 尤其是亞術的文獻 亞術的王 都有說到 蘇美爾文明其實在洪水之前 已經是出現的 就不是洪水之後才有的 似乎我們現在 歷史學或者考古學所說的 蘇美爾文明 是洪水之後再重新建立的 那洪水之前的蘇美爾文明 是怎樣的呢? 會不會都有跟洪水或者人魚傳說 有相同類似的傳說記載呢? 的確是有的 這個就是亞術混木色帶上面的構圖 是公元八世紀的 後期的構圖 不過他就描述古代的時候 亞術在哪裡呢? 就是現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位置 其實是當年蘇美爾文明的位置 不過亞術是後期的古文明 即是 是後過蘇美爾 所以其實亞術是說 這個地區本身也有一些傳說 就是半人半魚 你看到這幅圖的左下角 就是一個男性的 男性的人魚 上半身是男人下半身是魚捕 但是他的頭帶了一個頭盔 那這個概念又來了 類似Starbucks 剛剛說了他 他是戴皇冠 但是到了亞術的文化裡面 他們的人魚似乎是戴了一個頭盔 你可以當是一個皇冠 因為很難清晰看到他戴什麼 就像一頂帽子一樣 以前戴帽子也是代表一個貴族 或者是一個權力的象徵 其實跟皇冠差不多 雖然這個亞術混木色帶是八世紀 但是亞術或者巴比倫 甚至蘇美爾的神話 一早已經有半人半魚的形象出來 甚至聖經也有提及這個形象 就是這個薩母爾記上的五章 有提及一個角色叫大滾 在聖經的角度是異教的神 當年有這個大滾的神廟 而大滾的形象就是剛剛那個構圖的形象 其實就是上半身是一個男人 下半身是一條魚 其實剛剛那個亞術的圖案 我們叫做奧安利斯 其實有學者相信跟聖經這個大滾是同一個角色 不過是不同的演繹 或者名字有些不同 大家都是同一個形象 當年這裡提到 曾經若貴是放在大滾神廟裡面 而若貴這個耶和華的神 就把這個假神擊倒 把他的仗弄在地上 弄爛了這個大滾神的雕像 所以在聖經裡面也有記載這個亞術的神 大滾神 半人半語 所以你會看到原來在中東文化裡面 也有這個人餘的傳說 或者人餘的宗教 或者神的形象 就是一個人餘的神 記載在這裡 跟印度有點相似 印度皮濕奴也是神 也是一個人餘的形象 當然皮濕奴是十大化身之一 但這個大滾沒有化身 就是這個形象 就是半人半語的形象 記載在這個薩姆爾記上 如果你看回蘇美爾的泥板 或者一些浮雕 也有這個形象 或者相信阿術的Owingus 就是剛剛大滾的形象 不是原創的 或者相信是來自蘇美爾的文化 現在這個畫面是蘇美爾浮雕 它在顯示什麼呢 就是一個半人半語 或者魚頭人身 你看到有手有腳 即是不是一個普通人魚 即是不是人頭魚身 這次真的是一個魚頭 不過人身的結構 這個正正叫Apkalu,就是我經常提及的七聖賢 就是當年蘇美爾水神恩基所創造的半仁半神 你會看到他就是有這個形象出現 而根據我之前分析用以樂書去對比蘇美爾文獻的時候 我發現這七聖賢在蘇美爾神話說到他教人類很多文明的知識 教人類天文學,教人類奸作,教人類古文明的發展 如果你對比以樂書裡面的墮落守望者,其實是一一對應 他們做的事情跟以樂書的墮落天使或墮落守望者一樣 所以我相信基本上是當那些墮落守望者去到蘇美爾教人類文明知識的時候 當人類看到這些墮落守望者就會當他們像神般敗 就會變成蘇美爾的眾神阿魯納奇 或者恩基神所創造的半仁神七聖賢 而這個七聖賢的形象,你記不記得有點像哪一個形象? 即是一個魚頭,然後是魚的頭部,然後有手有腳這個形象 就有點像剛剛那個電影,那個《忘形水》裡面的角色 甚至像我們《中國山海經》裡面的鱗魚的形象 我們鱗魚不是正正有手有腳的,又懂得站在那裡 現在蘇美爾的浮雕,正正是人魚半仁半魚站在那裡 是用腳站在那裡 你看看手的擺位 你看這個浮雕的右手邊和這個鱗魚的構圖 這個構圖是在《山海經》裡面畫出來的 手的擺位都是一樣的,右手向上,左手向下 腳也是向前傾的,魚身也是這樣,你會看到是很相近的 那究竟我們中國的《山海經》是不是源頭和蘇美爾文化有關呢? 之前我有幾集都說過,有可能有關 因為我講過就是《山海經》的承書年代 其實是最早可以追溯到雙朝,夏雙周的雙 雙朝當時已經開通了《獅頭之路》和中東進行貿易 有可能在這個時候把中東一些文化和宗教沿著《獅頭之路》帶進我們中原 然後把他們所見所聞的神話和文化記載在《山海經》裡 就變成現在我們所見到的鱗魚了 即是把蘇美爾的《七成義》的形象 演化過來變成我們《山海經》裡面的鱗魚 相當相似的,因為講的年代一定是蘇美爾的年代久遠一點的 而雙朝是比較厚一點的 所以《山海經》參考蘇美爾文化的機會率也相當高 再加上我們知道當時已經通了《獅頭之路》進行經商的時候 更加有更多間接的證據顯示 我們《山海經》的文化是深受外來的文化影響 尤其是中東的文化,即蘇美爾甚至埃及也有可能影響了我們《山海經》裡面的記載 所以這個是有趣的 即是會看到原來如果一路追蹤人魚傳說 最早出現原來都是要回到蘇美爾的古物味 所以如果你說Starbucks的標誌是來自人魚 人魚可以追溯到印度 但印度版本不是最早 最早可以追溯到蘇美爾的時候 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似乎這個人魚的傳說或概念 一早在蘇美爾已經出現了 與這群七聖賢 甚至我的概念是與這群墮落守望者有關 會不會是人類分散之前一早有這個記憶 就將七聖賢教曉人類文明的知識深受記憶 當後來我所謂的巴別塔事件或人類分散 分散的過程中仍然將這種集體記憶 流傳到他們不同的古文明文化裡面 然後在他們各自的文化裡面再演化成他們的神話 或者一些人魚的傳說 令到全世界都有這個人魚傳說 即是如果這樣追蹤 即是我們人類原本一開始應該都離不開 在這個中東附近的位置出沒 而事實上我們發現 我們人類第一個古文明 真的在這個中東 即是肥玉月灣那裡出現 當然現在也有些研究顯示 人類可能最早是來自東非 因為利用DNA粒線體的研究 是來自東非的地區 但你要知道東非的位置 其實跟中東是很接近的 究竟當時是否同一個文化 也有這樣的可能 但起碼我們已經追蹤到這個人魚傳說 或者人魚文化 最早已經是蘇美爾出現 所以蘇美爾去影響後來的文明 出現人魚傳說的機會率都相當高 所以原來我們日常生活 所見到Starbucks背後的人魚傳說的文化 可以追蹤到這麼久遠的歷史 這是有趣的 關於今集的內容 我暫時說到這裡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日常生活 我們見到的符號 但背後原來隱藏了很多神秘資訊 或者一些古文明的資訊 我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這一類符號學的內容 今集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我的分析有興趣 不妨加入我的會員 入會的連結已經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記得按LIKE、訂閱和分享我頻道給你身邊的朋友 Κ尷尬